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腹部莫名疼痛 不是胃出問題 其實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吃很飽去睡覺 起來我的胃就脹到一個 痛到一個不行 很多人上腹痛 第一想到當然就胃炎 胃潰瘍 什麼腿脹胃瘍 什麼逆流性食道炎 但常常被忽略掉的一個 就叫膽結食 變嚴重的時候有時候堵到 堵到會造成一些 直性膽囊發炎 會嚇破膽 但是有沒有膽囊 可能真的會破掉 是有可能 如果你正在發炎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破掉 腸胃不是問題多 莫名疼痛 別輕忽 咬出身體的壞東西 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 瘦這個腸胃 一不舒服起來 真的是很難過 你肯定都是吃太多 太壯嗎 消化不良 那你肯定的話 肯定是壓力大 對不對 有可能 工作多 單餐不定時 對 但是因為腸胃不舒服 其實從小到大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毛病 那到底原因在哪裡 來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意想不到的壞習慣 可能害你長拍咪啊 好 我們先來看 包括壞習慣 一起床就開始忙 想到的時候才吃飯 還有就是喜歡看電視 追劇 然後配零食 一定要 你的症狀是上腹痛 上腹痛 對 多宇就是說有這個症狀 大家說一定要 這兩個習慣 對 排雲哥 都會啊 因為你看我們平常錄影的時間 差不多都中午過後 對 那有時候一醒來之後 你不可能就馬上吃東西 那就開始忙 忙完了之後呢 有空閒的時候才去吃 一定是這樣 你是忙到一個段落才吃 或是聽說你不管怎麼便當 就先拿了就開始吃了 沒有錯 所以我那時候吃吃吃 吃到像那個卡通那個杯麵 那麼大隻嘛 那是過去的事情 對 過去嘛 現在沒辦法啦 上腹痛 你會以為是什麼問題 上腹痛啊 人家說有時候吃東西 痛啊 是不是 打掉咧 有沒有台語那個打掉 是那種感覺 好像疼到 對 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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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疼 就脹氣啊 排氣啊 就卡住啦 這保育都會喜歡吃零食嗎 或是追劇嗎 現在 你們家有影視廳不是嗎 哇 這麼猜喔 講得好像你去過一樣 你要不要緊啊你 真的假的 你不曉得什麼叫做口耳相傳嗎 不是 影視廳就是什麼 看片子 吃東西 對啊 就是 反正投影機啊 然後吃東西啊 那以前我反而比較少吃零食 比較吃主餐 因為要吃飽嘛 對 但是現在呢 我隨便吃隨便飽 所以偶爾那一邊看電影呢 然後就一邊吃東西 容易餓啦 少量多餐啦 少量多餐 真的 是 宥姊 來 這兩個習慣有嗎 有啊 當然也會 因為每天早上五點半六點 就要起床啊 而且剛起床我一定 第一件事我就是喝一杯水之後 我一定泡一杯咖啡 但妳那麼早起來幹嘛 跟年輕人 小孩 不是啦 早餐 早餐 媽媽辛苦 對啊 我要做早餐 但是我做的早餐 就是先帶我兒子去上學嘛 然後回來再伺候我老公吃飯 然後吃一吃 有時候我就去上班了 所以我往往都是到了公司 然後比如說我妝髮都弄好之後 我才想到 我要開始吃我的早餐 而且我最糟糕是 因為我都早起嘛 所以我其實唯一能留給 自己的時間都是半夜 我有時候其實 真的會迷某些連續劇的時候 我真的都只能十一二點開始看 然後那時候開始看的時候 我老公就會罵說 這個時候應該睡覺 那我就會去躲在客廳看 那你一個人躲在客廳看的時候 客廳比較躲 我們家很大吧 200坪 然後最主要是 當你一個那麼大的空間 你跟躲在那邊的時候 是很空虛的 是嗎 對 這個時候 零食櫃就一定要有 安全打開 打開 對不對 豆干乖乖 然後呢 好多喔 甚至於那些堅果 蜜餡 這樣一路吃三個鐘頭 就吃飽三個鐘頭 不得了 而且我覺得就是追劇的時候 為什麼會配零食 因為你看了正數 你怎麼可能出去買東西 沒飯 放著飯去煮飯 連煮泡麵都沒飯 對 這時候你就是拿 直接可以吃的東西 沒錯 追劇跟零食 我覺得它就是個連體 對 沒有看的 是一整組的 整組的 沒有拿那個出來 就覺得沒有在看劇 其實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吃很飽去睡覺 這是我人生最開心的 對 睡得好睡 小確性 對 但是起來我的胃就脹到一個 痛到一個不行這樣 是透胃跟 我現在搞不清楚嗎 它就是在胸口中間這樣這一塊 它就會很脹 看醫生了沒有 看啊 我一天到晚都在照胃鏡啊 不是啊 找不到原因 胃鏡不能把它變成習慣化 當然沒有 那就是一年兩年 你就是不舒服的時候 有人喜歡沒事在那邊 很不舒服了 你知道嗎 沒關係 告訴各位 如果有這兩種不好的習慣 它到底有可能是什麼 好 我們來看看 小心臟拍咪啊就是 胆結石 這個痛起來真的是要人膩啊 跟胆什麼關係啊 想像不到對不對 好啦 洪醫師 為什麼 很多人上腹痛 第一想到當然是有胃炎 胃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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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流性食道炎 那常常被忽略掉一個叫做胆結石 那胆結石 胆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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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在我們的上腹部 事實上比較偏右側 這是肝臟 它就躲在肝臟的右頁的裡面 肝臟的裡面 右邊還左邊 對 右邊 右上方 對 對 對 可是 左右不分 所以它痛的時候 不過它痛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在正中的時候痛 有時候也會痛到右上方來 那有時候會痛到肩膀來 痛到背部去 那裡有一顆胆囊 大家都看過那個臥心腸膽 那一顆綠綠的苦苦的那叫胆 那胆囊到底在人體有什麼功能 有些人胆已經被拿掉了 那到底它有沒有用 胆囊事實上裡面有一個叫膽汁 對 可是膽汁不是膽囊分泌的喔 它是我們肝臟分泌的 那肝臟分泌完之後 它就一天會分泌個800、1000cc的膽汁 然後就把它放到我們這個帶狀的膽囊 把它濃縮 所以它是一個儲藏濃縮 那它就像醬油品一樣 你吃了一個油脂的東西到腸子 它就打出一點膽汁 放到你的十二指腸去消化你的油脂 所以那我們講說 它是一個濃縮的東西 濃縮的東西就很容易產生結晶 結晶裡面就可能出現一些膽砂 膽砂之後可能變成膽結石 那裡面為什麼會結晶 我們後來去研究給它發現 有可能是它在濃縮的過程中 好像在養珍珠 我們形容在把水分吸收太多了 那還有一個叫做 它的膽汁裡面那個膽固醇太多了 它叫膽固醇結石 這種結石看起來就是黃黃的 那還有一種叫做膽酸 它裡面有一個膽色素 膽色素如果吸太多也會出現 還有一些是你的膽囊裡面 有一些慢性的發炎 上皮發炎 也會產生一些膽結石 大部分事實上很多 大概沒症狀了 百分之二 所以很多人沒症狀的話 你就沒事你都不用去處理它 當然我們在想說這些症狀 我剛講輕微的就是類似 表現出來就類似那些脹氣 消化不良疼痛 可是我們比較擔心的是變嚴重 就是說假設你很多的 那個你不去理它 它就會變嚴重 那變嚴重的時候有時候堵到 堵到會造成一些急性膽囊發炎 然後你會出現那個 我們講說會嚇破膽 但是有沒有一個膽囊 可能真的會破掉 是有可能 如果你在發炎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破掉 破掉就變成一個叫 腹腔內的感染 我們講腹腔內的感染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要鑑別診斷這個胃壓 跟那個膽囊的疼痛 是不一樣的 好危險喔 那這個會不會有 因為可能是體質遺傳 會有容易膽結石的位置 沒錯 其實那個昌明哥 其實指出一個非常 我們後來發現 其實你家族爸爸媽媽 如果有膽結石的 你大概有兩到四倍的機率 會得到膽結石 四倍太多了 我婆婆有 我老公也有 真的要小心耶 不過宜然是 為什麼這些飲食的習慣 它就會跟膽結石的 那個連動性是不是 其實我們第一個講到 起床就開始忙 想到才吃飯 這其實就在指說 那有些人是不是 他一整天都麻麻麻 最後才想到要吃飯 但是有的時候 空腹是因為你不覺得餓 對 不會 那這樣也還是得吃嗎 對 但是你不覺得餓 但是你的 不代表不餓 膽汁還是會到膽囊去 那正常的話 其實你要吃進來 油脂的東西之後 你膽囊裡面才會過去 然後把它分解掉 把油脂分解 消化吸收 可是因為你沒有吃進來的東西 所以膽囊裡面的膽汁 它就一直存在 有一點像 你就把它想像成 以前我們教病人就是說 你把它想像成 你的膽囊裡面 有一點像蔬果汁 蔬果汁有纖維的 久了之後它沒有去刺激它 它是不是就會沉澱沉澱 對 裡面其中的有一些物質 我們就稱作 剛剛其實洪醫師講到 膽固醇的問題 對 這個就影響到 我們第二個習慣 為什麼吃零食會有 因為其實你知道嗎 像很多的零食餅乾裡面 你看它的成分 裡面有很多的像中鋁酸 然後或者是 這一種的 對 這個其實在我們體內 造成膽固醇升高的指數 是很高的 對 所以很多人 他以為說我只要不要吃太油 就膽固醇不會過高 事實上有些零食餅乾 有可能讓你的膽汁裡面的 膽固醇的濃度也會過高 所以其實不只是你不吃 你吃錯東西 都會造成膽結石的發生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這樣 她一開始她是每次只要上腹痛 她就其實很喜歡吃那種 像那種腿口啊 然後她就喜歡吃那種 很軟的肥豬肉那一種女生 然後她就常常有時候覺得 一天到晚在肚子痛 肚子痛她台灣人的習慣 就是吃胃散 因為她想說就是胃痛 對 後來她常常這樣肚子痛 都沒理她之後 有一次她真的肚子超痛的時候 她發現很奇怪 她那時候想說胃散都沒有用 而且痛得要命 痛到後來覺得不對 因為很痛之外 她開始就會那種胃肝 你知道她一開始是發燒 後來覺得怎麼會開始胃肝 然後家人說這樣可能怪怪的 趕快送醫生 所以我們才發現說 她其實之前可能早就有膽結石 那幾次那種慢性膽囊發炎 她自己也沒在管 那一次可能因為已經發炎 比較嚴重 篩住或什麼 她已經造成敗血症了 所以她那個時候是整個 這麼嚴重 整個發燒 然後為什麼會跪肝 是因為她整個已經都燒起來 然後當時就緊急 然後送進醫院就加護病房 那又怎麼樣分辨會是膽結石 還是胃痛 因為我現在有一次 我們吃完一頓餐之後 也不是大餐 我們那一台去吃養生餐 還帶著小孩跑到桃園去 然後突然說她在車上 她就突然說她好痛 好痛冒冷汗 然後前面就是消防隊 我說快要去叫救護車 可是大概痛了20分鐘吧 突然就好了 突然就好了 然後她後來就想說 她覺得是膽結石 或是膽的不舒服造成的 其實膽結石跟胃痛 也是其實我們每次 在手急診室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誤診 所以我們一直 大概幾個特徵 我們可以跟那些胃痛 大概做一個區別 第一個胃痛 大部分你吃一些致酸劑 一些胃藥會好的 大部分都是胃痛 那個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 她的痛的 我們在講說 因為她膽結石 她有一個特徵就是 她會很討厭油膩的東西 因為她只要吃油膩有沒有 她膽囊就開始收縮 她是膽在痛 你一收縮的話 她是痛起來 人是會學習的 你一吃油膩她就痛 她就開始很害怕 吃油膩的東西 第三個是在晚上 因為胆結石 她最怕的就是毒死 因為我們的膽管 你這樣毒死的時候 她會痛得更嚴重 所以她有時候在半夜 你翻個姿勢 翻個胃脂的時候 她本來不痛 比如翻個右側 她就開始疼痛 這個也要考慮 當然很多東西 我們到 當跑出一個東西來的時候 我們大概就知道 是胆結石 叫做 發燒兼黃膽 一般的我們講說 一般的胃痛 你即使痛到什麼胃潰瘍什麼 你就痛痛 可能會大便黑色出血等等 可是並不會出現一個 發燒跟黃膽 如果發燒跟黃膽 皮膚開始變黃 那個都已經是到 直性膽囊炎 那個要趕快就 收住院做治療了 如果這麼痛苦的話 總是要避免會有膽結石 那個飲食習慣 我們就要留意了對不對 對 第一個就是說 剛剛提到 所以對 有的人就是說 壓力大了 對 不一定喔 暴飲暴食 其實大部分暴飲暴食 都會吃高油的 高糖的 對 第二個就是說 避免空腹太久 我們很怕那一種病人 通常我們問他飲食習慣 如果是膽囊切除的 他們通常 他們一天大概都只有吃一餐 那一餐都吃很大餐 那大餐一定 你不可能只有吃地瓜吧 吃野麥 一定是吃那種 油脂很高的東西 然後才會有飽足感 那第三個是說 有一種人是結石的 就是剛剛提到就是說 他不吃東西的 那你不吃東西 你是不是膽囊還是一樣 他就不會分泌膽 汁到那個小腸裡面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膽囊裡面 他濃度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就有可能還是會有 膽結石的風險 所以那種結石的人 其實也要特別注意 對 那還有一個是 其實要提到的是肥胖 目前發現肥胖 肥胖的人其實發現 他的膽囊裡面的 膽固醺的濃度都比較高 對 所以也容易造成 所謂的沉積造成結石 不過針對著這個膽 結石 膽囊 膽汁 這個相關的問題 我們整理一個 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要來看看這個題目是 檸檬汁可以軟化膽管 橄欖油促進膽囊分泌膽汁 喝檸檬汁加上橄欖油 可以把結石沖出膽囊 排出體外 應該多圈吧 白雲哥你是差 不相信 不是啦 你說喝檸檬汁加橄欖油 就可以把這個什麼 結石沖出膽囊 那為什麼一定要橄欖油呢 你其他的油不好嗎 因為橄欖油可以促進膽囊 分泌膽汁啊 如果分泌膽汁 一直分泌出來刺激它 然後膽汁是不是一多了 它會把那個膽汁 它就這樣把這球就擠出來 但是你不一定要橄欖油 你其他油也可以 白雲哥 你懂我意思嗎 橄欖油 你說橄欖油很好 好油 我車子弄那個一瓶一千多塊的雞油 你說好不好 那你喝 那你喝吧 可以喝嗎 你試試看 我是這樣 打個皮膽嘛 大家開心一下嘛 不要說 這麼嚴肅嘛 一瓶一千多塊真的很貴 很貴 很貴 真的 在笑談當中知道 我們原來有這個症狀 我們要了解一下 只是說我是覺得橄欖油啊 還有現在不是有什麼 那個 苦茶油 有沒有那個好不好 苦茶油 也不錯的油 對啊 這個很好 為什麼一定要橄欖油呢 我覺得是OK的耶 OK 而且我覺得檸檬汁 其實也是一個酸鹼 很不錯的東西 而且像他們常講說 早上喝一點橄欖油 或者睡前喝一點 單元不飽的脂肪酸 比較高的油 其實對身體是好的 是好的對不對 是好的 瑤瑤妳也是認同這樣子的 我完全認同 而且我覺得就白雲哥 他有點 孤陋寡文 沒有 我跟你講 這是之前新聞有報 四十多幾個字 你說什麼 真的人生攻擊 沒有 這個我真的記得 有看過新聞 然後他真的是 之前很紅的 其實對啦 真的 我跟你講 我有一些不懂 也許就是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 也不知道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也許其他的有效 但是他喝了橄欖油 是有效的 他就喝了之後 他這個大便有 大廚棍是石頭 直接就噗通 到馬桶裡了 對 之前就剛剛 結果把馬桶撞碎了 沒有大成這樣 應該是真的有 那聽起來是 有這樣的案例對不對 有啊 有 來 一姐 像我也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聽說 酸性的果汁 就是可以軟化結石 那因為要用橄欖油 就是它可以潤滑 把那個結石這樣滑出來 對 然後我當時 就是有檢查出 有那個膽結石的時候 也有 我聽過一個偏方 就是說每天喝一瓶啤酒 加大量的開水 就是每天這樣喝 然後就可以讓你 把結石排出來 那我可以分享一個嗎 對 我也有聽過另外一個 但是不是啤酒 是可樂 因為人家說可樂 就是對身體其實是很不好的 對 因為它就是會 祖師的身 它會洗腸子 對 所以它會把你身體那個洗 洗乾淨這樣子 所以我反而是聽過 可樂也有效 啤酒跟可樂的 那個就先不用理它 因為大家應該就 笑一笑就過去了 就是你就是大量水分 但即使是大量水分 都不能死 已經形成了 但其實跑出去 那至於剛才真的 那個雅耀有講到一件事 有一陣子非常流行 對啊 就是說如果我用什麼 檸檬汁 蘋果汁 這樣蟹鹽 這樣橄欖油 對 而且當晚睡覺的時候 洪醫師有講過說 睡姿也很重要 睡覺的時候要記得 你要朝左側睡 因為這個時候 你的膽管的開口 會往那個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 就可以把膽結石排出來 那事實上這個在 不只是台灣 在西方也討論很久 最早起源是 他們印度的 叫做阿育肺陀 大家一定有學瑜加 阿育肺陀也算是 印度的傳統醫學的一個部分 那阿育肺陀 他們裡面有一種 那種肝膽的保養法 他們是認為 服用油的東西 你喝這些油脂 比如說像橄欖油 或其他不是基油之外的油脂 他認為這是一種 肝膽的保養方法 其實你想一想也有道理 如果說我不空腹 而是我一天喝 一幾匙好油 進去的時候 其實你的膽子 是不是也會排出來 所以他們那時候 就定期用這樣的油 是在保養肝臟跟他的膽囊 可是到了某個時候 大概在192幾年 就是19世紀的初期 就開始出現 有人就開始教什麼 還要再加上果汁 而且果汁不一定要 什麼檸檬汁 也不一定要蘋果汁 有的配方是用葡萄柚汁 什麼汁都有 愛喝什麼就是 真的很像愛喝什麼果汁 用什麼果汁 他們就用搭配的果汁的方法 然後開始有人發現說 我這樣子用法的時候 我在上廁所的時候 會發現會有一些浮起來的東西 就發現是綠色的小顆粒 小軟糖狀或是硬的東西 甚至有些是像紅色或黃色都有 然後他們就發現說 難道這個就是我的膽結石 因為早年的醫學 並不知道有結石這東西 現在醫學進來之後 他們才知道膽裡面可能有結石 後來他們就想說 這應該是排出的結石 結果所有人就開始迷信說 那就都這樣做 把結石排出來就好了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膽結石嗎 就他們說其實不是的 他們發現這就是一種肥皂的原理 它叫做皂化石 你們如果有人做過手工肥皂 一定知道說 我如果用油加上一些鹼 或什麼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什麼劑 它會變成一顆一顆 像肥皂的東西 他認為是這個過程 因為就是從油再加上一些 後來他們有用蟹鹽或什麼東西 在裡面造成像肥皂 而它的綠色是染上了 我們腸胃道裡面的膽汁或其他顏色 那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有些 經過胃了還會結合 沒有 因為你是經過胃了之後 才油到那邊 你的酸鹼液也到那邊 然後在那邊做著一個造化的作用 所以在那一篇是高端 他們認為那個並不是真正 你的腸胃道裡的結石 而是這些成分裡面自己會有的反應 所以你不要再迷信說 我只要喝這些東西 然後朝著左側 碎滾一滾 它就會跑出來 其實這是你想太多 不過洪醫師如果說真的有人 相信了這樣的喝法 比如說檸檬汁 橄欖油這樣子 不斷地喝 不斷地喝 可能他屬於認為說沒有什麼用 對不對 但他認為有用喔 一直喝一直喝 喝久了會不會有什麼傷害 適得其反 我們現在講說 什麼東西會加速我們的膽結石的形成 我們剛剛講高油脂的 一些高酸 高糖的都有可能 那我們講膽結石跟腎結石不一樣 腎結石你可以多喝水 可以跳一跳把它排出去 可是膽結石它就是在膽囊裡面 它不是在腸胃道喔 你們剛剛很多人說 我乾脆喝一個什麼東西 讓它流出來 它是在膽囊裡面 並沒有在腸胃道裡面 對 它會去到嗎 可是你們吃了一堆 我們剛剛講好幾個東西 比如說剛剛有幾個 一個可樂嘛對不對 可樂 酒精 可樂 酒精 這高糖的飲料 或是酒精的飲料 是傷你的肝臟的 你的膽汁分泌 會受影響 有可能會加速你的那個 變成它膽囊在吸收那些膽汁的時候 反而造成容易結石 這叫適得其滿 希望不要相信這些偏方 所以你是看任何肝膽腸胃科醫師 如果這偏方有效 他一定就叫你這樣吃了啊 你有去聽過任何一個肝膽腸胃科醫師 這樣建議你們吃嗎 沒有 那到底正確處理膽結石的方法是什麼 膽結石真的很難 我們講說從飲食部分 當然你們盡量先清單一些飲食 可是我們講還是要求助於醫師 醫師炒一個超音波發現你有膽結石 而且還蠻大的 或是有影響到會膽囊發炎 黃膽 它大概會幾個 一個叫做我們講說 比較簡單的叫輕微 可以吃一些藥物 有一些像西方人比較多的是 那種膽固醇的那種結石 有一些可以把它溶解掉 有一些藥物可以溶解 那不行的話還有一個像打 我們講打腎結石 那叫體外碎波正式素 可以去震動 震動把它打 那還有一個比較傳統 當然我們有時候會 現在目前比較古老的時候 有時候會把它叫膽囊造樓 把它膽囊打一個洞 然後去把它一些石頭掏出來 可是現在比較不做這種手術 現在大部分都是一個 叫直接膽囊摘除 那傳統割了一個很大的傷口 把它現在都用那個腹槍鏡 打四個小洞 直接就把它膽囊給摘除掉 那這個當然膽囊就摘除掉了 它就不會結石了 那可是當然很多人 其實很多膽囊 只有打開除掉之後 無膽 可是倒不是說變得膽小 而是變得比較容易 油膩的東西 就會比較容易消化不良 對 其實現在目前病人 大概會遇到兩種 一種就是有輕微的膽結石 但是還沒有動刀的 那他們也會來問說 那飲食上要注意什麼 那這一類的病人 確實他就是真的要屬於是低油脂的 就是他真的要認知說 不能吃一些 比如說像我們提到的 炒飯炒麵 燴飯焗烤這一種 炒飯 炒飯 對 炒飯也很油 這種都是油脂很高的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他不要吃這些 比較是高油的東西 尤其是澱粉裡面有容易吸油的 對 然後另外他其實 他必須要遵守的 就是飲食習慣的建立 他就是要剛提到 定食定量的原則 不要暴飲暴食 然後如果說可以遵守 低膽固醇 低脂肪的油脂 那他的肉類選擇 就盡量以白肉 或是家禽類的 還有豆類為主 那他脂肪的量就會比較少 然後高鮮的飲食 是避免你們大吃大喝的部分 那有一派的研究發現說 如果你常常就是說 體內的一個壞菌比較多的話 也會讓你的膽囊裡面的 膽固醇的濃度相對也會比較增加 所以我們也會建議就是說 這個高鮮飲食的部分 其實是讓你增加飽足感 那也可以讓你的好菌增加 那剛剛還有提到一種 就是屬於是已經切膽的 其實還是可以吃油脂的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肝臟是製造膽汁的 所以他還是有膽汁要去消化油脂 所以還是有的 所以沒有膽囊 他膽汁是在哪裡 他直接就可以分泌到小腸裡面 他就沒有儲存 他就沒有儲存的那個空間 就沒水庫而已 相對他確實就比較容易 稍微容易拉肚子 有一些脂肪屑的問題 但是他的飲食習慣是說 他開完刀之後 他的油脂是慢慢給的 就是說不要一次給大量 就慢慢慢慢給 那恢復到正常成人的 那個脂肪的含量其實是OK的 所以不能說完全不吃脂肪 對 好 這個是兩種習慣從衍生出來 要注意的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些不好的習慣 小心牌米亞 也是腸胃不舒服 包括這個習慣是不愛喝水 另外的習慣是無肉不歡 但是蔬菜水果又吃得很少 所以你經常會便祕或者是腹瀉 像我以前都喜歡喝那個什麼 我杯麵的身材的時候喜歡喝飲料 我也是 還真喜歡喝飲料 對對對 那汽水這一類的 沙士這一類的 對 那你說我們不吃肉 無肉不歡 一定的 男生大部分都肉食足的 對啊 對不對 幹嘛呢 誰吃到我 吃素 我也 對啊 那你說便祕到還好 但是我覺得 偶爾我們還是會腹瀉一下 聽說你除了腹瀉 你好像曾經那種水喝太少 那種尿道結食果 那應該超痛吧 那不是啤酒 你有沒有痛過那種膀胱結食 會尿道那個 運氣很好 目前還沒有 恭喜你 我告訴你 希望你下次碰到 我也 因為我告訴你 那種痛 痛到我連闖四五個紅綠燈 開車油門就一直加 不管了 我就去掛急診 太痛了 那叫刀割 網絡刀割 真的喔 你看 真的是刀割 後來那一次我記得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是 我跑到台大急診室去掛急診 那醫生好像要看不看 可能他也看多種場面 你知道 我就在坐 好痛喔 好痛喔 不行 尿急 尿急 就跑去洗手間 結果 這麼嚴重 我才知道我有MC 我嚇到了 你知道嗎 好爛 好爛 大家 我們不能聊天嗎 這麼難聊嗎 我們大家很緊張在聽你 會不會講 很緊張 正常為你流氧滴淚 你跟我說你 抬轎 抬轎 結果我真巧 我後來去洗手間 我跳 一聲你知道嗎 就是連把結石尿掉 對 那個結石 差不多小小的 差不多米粒 半顆米粒那麼大 我撿起來 我撿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自動沖水 好可惜喔 就沒事了 相安無事到現在 恭喜 謝謝 對不對 那姿佑姐很愛吃牛肉嘛 你們家 他們家牛肉超酷的 對啊 是不是買一大塊不是嗎 沒有 我本來沒有那麼愛吃牛肉的 但是他們說 還是要吃點紅肉 因為要補血 對 要沒有補鐵的話 我們怎麼會有這樣 原論跟健康的身體 聽起來有道理 原論啊 對 好有道理 一直都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在想也有可能就是 我飲食不正常 我壓力大 還有就是 我們也沒有養 真的我沒有辦法養成那種 每天同一個時間 坐在馬道上 對 因為沒有那個 叫同一個時間 你知道我不知道 是要早上四點 還是要晚上一點 因為很難嘛 所以我就覺得便秘這件事情 其實我從年輕就有 一直到現在 然後一天到晚減肥 減肥吃得少 你就沒有東西可以放 然後一直反覆 這樣的生活作息 對 這倒是真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習慣 我們要小心的拍命 是什麼呢 這個很壞 什麼 大腸鰭肉 那鰭肉是切掉就好了 應該是還好吧 是這樣嗎 不是 我聽起來是好像很輕 講得好像很簡單 你以為是切水果 切掉就好 沒關係 其實說實在是真的切掉就好 因為我就切了兩次 大腸鰭肉也就是個肉而已 對 對 對 我大概三年前陪我老公去申請 因為我公公有大腸癌 然後我就覺得 我老公可能 對 有遺傳性的基因比較大 對不對 我就一直說那你要去照大腸鏡 結果我陪他去的人 我那天切了兩顆 這個就奇怪了 意外的收穫 對啊 我也不懂 我也什麼 他不愛吃肉嗎 他喝水嗎 他喝水喝很多 但是他肉 也有吃啊 對 好爛的 為什麼 其實剛剛大家在掀起這個答案的時候 叫大腸鰭肉 大家只想要鰭肉 其實不把它當一回事 對啊 真是的 鰭肉長在你的臉 長在這裡或許可以不當一回事 那就是一個良性腫瘤嘛 你不處理它也沒關係 對 可是它長在大腸你就要特別小心 大腸鰭肉 我們現在講說什麼叫鰭肉 就在我們大腸裡面的黏膜裡面 長出一個突出隆起的病變 對 那台灣的大腸癌比例實在太高 這突出隆起的病變 大家想有沒有可能變成大腸癌 這個是大家思考的 對 那他們後來就去 任何一顆我們肉圓 事實上沒辦法分辨 所以我們就把它切掉 任何一顆長在大腸裡面的鰭肉 我們都把它切掉去做化驗 對 那化驗出來它有不同的型 這個肉眼看不到要用那個 顯微鏡組織去做一些 那有一種叫做 線流型的鰭肉 這個甚至很多都把它列為 一個癌前的一個病變 它有5到10%會變成大腸癌 我們最怕的就是跑出一個 線流型的一個鰭肉 甚至看到一顆你整片全部都要切掉 這個就要小心 那當然很多是我們講說 還有另外兩型 一個叫發炎型的一個鰭肉 發炎型你想想看你的大便 那麼多的一個髒的食物在那邊摩擦 可能會產生一些感染發炎 它可能會長出兩顆的小肉牙 那個叫做發炎型的鰭肉 那個大概比較沒關係 那還有一個叫增生型的 增生型的鰭肉 事實上也是一個 就是一個良性的一些黏膜的增生 這個也不會產生一些癌病變 所以但是因為我說實在 因為看不出來到底是 有沒有可能你會變成大腸癌 是不是那種線流型 所以任何的這種鰭肉 其實最好都把它切掉 然後去做一個化驗 這樣會比較安全 對 那大腸其實又通常 就是飲食習慣造成了嗎 妳老師 目前大概有50%以上的因素 可能要考慮到 是不是你的飲食問題 那第一個其實我們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便祕 可能也是一個高風險 比如說你不喝水 你腸道本來就是 你的糞便比較多 你相對你的毒素多 那你細胞的那個 腸道細胞的黏膜 就比較容易受傷 對 那紅肉其實是目前 我們最明確的因子 就在飲食裡面 紅肉跟大腸癌 它的因子是很明確 為什麼 因為紅肉裡面 他們發現說 紅肉裡面的那個脂肪酸 它有可能到最後分解成 一些短鏈的脂肪酸 那這些短鏈的脂肪酸 在大腸裡面 它有可能造成大腸的細胞 它容易變變 分化 所以它的造成所謂的 大腸癌的機會就會增加 所以他發現紅肉的 滿特別的是這一點 那另外呢 紅肉裡面它的組成分裡面 它脂肪酸也是屬於 飽和脂肪酸很高的 所以相對的 它也容易造成所謂的 細胞的一個發炎反應 那最危險的是 你的紅肉是屬於 加工的肉品 又屬於高溫烹調的 比如說 你們常常去吃燒烤 那你喜歡烤香腸 烤什麼新鮮腸 又加工又高溫 對 然後又喜歡烤一些 比如說什麼 培根包什麼 對… 乳筍 乳筍 對… 那它這種紅肉呢 它經過高溫的去加熱之後 它裡面會產生很多的 多環芳香化合物 它也是致癌的一種 所以其實如果你紅肉 再加上加工 再加上所謂的燒烤 高溫燒烤 那它是三種的因素 加起來 它就是三重的風險 不過洪醫師 如果你知道你說 大腸息肉 它可能會造成 大腸癌的風險 會比較高對不對 是 那除了這個以外 其它還有什麼 會有影響的層面 好 我們講說是真身型的 或說一些發炎型的 是那種比較良性的息肉 不理它會不會有什麼症狀 小小息肉的時候 或許還好 沒什麼症狀 但是如果它息肉 良性腫瘤也是會長大的 長大會出現幾個 剛開始可能是消化不良 你就很容易便秘 脹氣 甚至一些腹瀉 那更嚴重的還是會造成出血 那我們甚至臨床上有判過 造成一些長鼠塞或長套疊 就長子就會造 那個會造成甚至有時候還要開刀 所以即使是良性的巨大或多 多生型的這些息肉 其實還是會造成 我們都消化到 大腸的功能的一個障礙 之前台灣還最近 基因會有做一個調查 那時候他們估算是覺得說 如果以22歲到49歲 這些青年到成年族群裡面 台灣可能有 而且很多人都 對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 而且他們比較討厭說 他們現在看到很多年輕型的 很年輕的腸道 就有一些息肉 而且還不少 他們就覺得可能跟 現代人的飲食習慣相關 甚至有人說 他看到那種 十幾歲的裡面 就都是息肉了 十幾歲耶 息肉長什麼樣子 我想知道 然後另外一個他說 後來他就分析說這些 息肉族群的飲食 的生活跟飲食特色 就是第一個 水喝得很少 第二個 第三個 他說平均算起來 這些人吃的纖維量 一年可能吃不到 不知道十顆 還是十幾顆的高麗菜 就是幾乎都不大吃 這些高鮮蔬果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她可能他們去做健檢 跟老公一起說 這四十幾歲 該做人生第一次檢查 結果跟姿佑 跟小亮哥一樣 進去看了 結果人家男生沒事 女生就有看到息肉 可是醫生那個時候 有幫他處理掉一顆 然後就跟他說 其實另外一顆看起來 應該不是現行息肉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以他的情況 可能建議還是明年 就是變成你在檢查 雖然你是年輕 但是雖然明年要看 後來第二年去看 也還好沒什麼變 所以他就想說 不用再看了 應該還好 後來幾年之後 他開始就發現 自己便秘的情況 也滿嚴重的 然後還有一點點 痴瘡的問題 然後那個時候便秘 他就開始吃一些益生菌 因為想說便秘 據說益生菌很有效 他就每次都吃那種 什麼酵素包 益生菌包 就一吃 又吃了一兩年 就發現奇怪了 持續一直都在便秘很嚴重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 有一點點出血了 然後他想說 是不是內置破掉了 還是怎麼樣 沒管他 繼續 後來但後來不對了 他就覺得說 好像老公就說 你最近這個狀況很差 而且好像體重有點在下降 然後就說你有結實嗎 他說沒有 後來叫他去看 看的時候他已經是 大腸癌 而且已經是三級了 這已經算一定嚴重程度 因為他一直覺得 他這些症狀 其實就是女生的便秘 然後如果有出息 或怎麼樣 是因為他有痔瘡 其實事實上 大腸癌很多時候 即使我們講 息肉是可以有可能 是大腸癌的前期 那即使很多到大腸癌 都還不是那麼容易發現 所以我列出了幾個症狀 大家要特別 譬如說這邊叫做 大腸息肉的症狀 譬如說大便性質 其實這邊叫消化不良 其實消化不良 其實我們容易出現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便秘 或說腹瀉 可是比較少帶血 除了痔瘡 痔瘡 痔瘡就比較容易 可是像在大腸息肉裡面 比較容易出現一些 帶血 可是這個帶血 不見得是肉眼看得到 很多是 前血 前血就是說大便還是黃黃的 所以變成說很多時候 為什麼我們建議你們說 40歲以上 如果有一些什麼大腸癌基 要去每一年 要做一次糞便的前血檢查 他是要大便 然後可以滴一些試劑裡面 就跑出有一點點 小小的紅血球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大腸息肉 第二個我們講排便習慣 排便習慣 它通常它這個會比較輕微 就我們講消化不良 很多人都消化不良 大腸不舒服 脹氣便秘 大部分跟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吃一些消化到的藥 都會改善 可是大腸息肉 因為那個東西一直卡在那邊 你很難去改善的 它可能會次數增加便秘 或者說有一些 一會兒便秘 這類似很多肌躁腸症候群症候 症候一直重複的出現 一般你吃了再多的 感覺都沒有改善 這個就要特別小心 當然還有一個我們講說腹痛 很多的消化不良 我們發現跟某一類的食物 比如說你吃某一種 特別有的東西就會肚子痛 你吃某一種糯米做的就會 奇怪這種東西是 你不管吃哪一類的食物 它都很容易出現這一類的東西 這表示這個可能就要特別小心 太痰了吧 如果我要避免大腸息肉的話 飲食要注意什麼呢 對 其實我們要提到的就是 你真的水分要足夠 就是不要想到才喝水 因為想到才喝水 其實你體內已經在缺水了 第二個其實我們要提到的是 每天要養成良好的排便習慣 我們通常有便祕的定義 你這三天以上如果不是大便的話 其實就是便祕 但是我們希望你還是每天 都要一次上廁所的一個頻率這樣 第三個就是我要提到的是 所謂的加工的肉品 因為之前上個月世界衛生組織才發佈說 吃紅肉可能會造成大腸癌的風險 他提出說如果每天是50克的話 會增加18%的大腸癌的發生的比例 那50%到底多少 那時候我們就有算過 如果你吃到的是屬於比較偏向於是 比如說像50克 大概就是一般如果你去吃牛排 兩盎司 其實就是大概 兩盎司 一份什麼60克左右 兩盎司 男生都吃不飽了 還兩盎司 對啊 對 那如果是加工的香腸 或是加工肉類的話 它是50克的話 那大概是 如果是熱狗是一條 那如果是培根的話 是兩片就超過了 好小喔 好小喔 三亞夢 三亞夢 好小喔 好小喔 對 那有些人喜歡吃什麼 像那種高溫炒出來的肉鬆什麼 那是不是也算是加工 又是紅肉了 對 比如說肉鬆 肉乾 對啊 那種都是屬於再次加工的肉類 所以順著您的這個邏輯 好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問題 好來考考大家請問一下 所以我只要多吃白肉 少吃紅肉 就可以避免大腸席肉 變成大腸癌嗎 來啊 當然可以啊 舉他的人是怎麼回事啊 環顧一下四周 各一半耶 怎麼可能 你們沒有上課嗎 我們剛才不再上課嗎 我們剛剛不說了 對 我們就說了 來…有要先寫事來 不是 因為剛剛 醫生就有講了 就是說我們就盡量就是 你不能吃紅肉但還是要吃肉 那你就吃白肉 像海鮮類這些 所謂的它的那些油脂比較少 一定就是可以避免啊 對 至少是避免啊 才剛剛講完 對啊 連白雲哥都有在聽了 不是 對啊 就避免啊 一定嘛 你剛才說紅肉不要吃嘛 當然我們已經指出來了 那每天宅配就半隻牛到家裡嘛 這樣可以啊對不對 不然這樣我現在要改進了 對 少吃一點 四分之一就好 四分之一就好 然後呢 所以多吃白肉OK嘛 要吃紅肉 避免嘛 不行 就是肉都要少吃 肉都要少吃 蔬菜水果要多一點 白肉也少吃嗎 白肉也少吃嗎 白肉也要少啦 要少啊 雞肉 魚 海鮮這種也是 蛋白質這樣 其實你加一加也是過量的啊 你不覺得我們台灣人都吃過量了嗎 所以姿佑姐 你有一些朋友就說 例如他有洗肉的人 他就會推薦 聽說是怎麼樣 喝酵素 會 他們因為知道我有這個問題嘛 他們就希望說 就是一樣的道理 他們會覺得說 你的纖維值是不足的 那有時候我們一上班 像我現在這幾年 已經開始自己帶便當 那之前沒有的話 真的公司有什麼 有時候根本沒有便當 你就吃零食 怎麼會有纖維 所以就會跟我講說 喝酵素啊 吃纖維粉啊 甚至於喝一些青汁啊 對 甚至於喝什麼藻汁啊 或者是吃一些藻粉 這種東西 可是我曾經試過 剛開始吃都有效 但是有可能 我到後來發現是 我只要吃了纖維粉 我水喝得不夠 完了 我的肚子就認得長 對 好 所以針對這一題 答案是什麼呢 營養師 剛剛有在講 大家都沒在聽了 白肉吃太多 你還是會造成肥胖好味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們搞窩了 這不是文字遊戲 這不是文字遊戲 還正在說 你們都沒在聽 結果 是不是 這文字遊戲 阿龍不要吃 可以吃 可以吃 今天你再吃就好 謝謝 都不要吃 吃 不要吃太多 吃料 好不好 我們零食以後改成 那是高糖分 搞不好不錯 改成一顆高糖分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把紅肉的部分 就是用可能用大部分的紅肉 用所謂的白肉去做取代 對啊 是取代喔 不是多吃 對 所以它這題其實多吃 就是說 像有一些那個 開過大腸癌的病人 他們確實都會把那個肉類 開始吃魚 然後吃雞肉 結果我們發現說 奇怪它吃魚吃雞肉 因為相對那個是脂肪 比較少一點的肉類 所以它就吃的量反而更多 那它體重增加 那有沒有可能它會未來 還是有可能有蜥肉發生 還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其實大家在吃這個肉類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控制它的量 那蔬果其實還是要足夠 尤其是你曾經有大腸癌的一個病人 他如果動刀之後 那他在術後 如果復原之後 他的膳食纖維還是要足夠 到底要多少 至少你一天 我們希望熟的菜 一天是要兩碗 吃飯的那個飯碗兩大碗 那如果是生的菜 我們希望它多一點 大概到四大碗的一個量 一天 那水果的話至少你一天要兩個碗的 那個飯碗的量 這樣你的膳食纖維 才會達到你一天 攝取的膳食纖維的三分之二 那另外三分之一 你就要從顴骨裡面來做一個補充 比如說澱粉裡面 你要找一些糙米類的啦 對啊 或者是說像一些糙藝人之類的 顴骨類來補進來 你膳食纖維才會足夠 那像剛剛志佑姐說 什麼青汁啦 纖維粉啦 還有酵素啦 這是到底有沒有幫助嗎 其實這些不能說沒有幫助 其實坦白講 因為如果這些作用 它是讓你做一個排便 幫助排便的話 那它至少幫你把腸道的毒素 把它排出去 但是麻煩的是說 你就明明就已經吃了益生菌了 又加了酵素了 又加了青汁 怎麼你已經三天還沒有上出廁所來 那是不是你其實腸道有其他的病便 所以其實應該是說 以優先的新鮮的食材 作為主要的來源 那如果你真的碰到說 有些人真的是有稍微膳食纖維不足 那我們額外再給予適當的保健食品 是OK的 可是如果當你的症狀都一直沒改善 那就是有問題了 那如果真的要避免說 大腸息肉變成大腸癌 我們在營養方面 還可以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其實真的如果常常 你每年檢查都有息肉的人 我勸你真的還是真的要每年檢查 說只有檢嗎 真的 因為這個是高風險 那現在大腸癌其實 如果說你從零期到二期 其實它的復原力蠻高的啦 不過如果你一旦沒檢查 就可能過了一年 有可能就挑到第三期 我們大概幾歲就要去檢查一下 大概幾歲就要檢查一下 我們一般假設你家裡有高風險的 我們一般當然你一般人 大概四十到五歲 每年最好做一次那個 糞便的那些前血檢查 或說一些肛門指檢 可是如果說是高風險的族群 你可能四十歲開始 你就要每五年 就要做一次那個大腸癌的一個檢查 那大腸癌如果有息肉 再過來的三年 每一年都要做一次大腸癌檢查 之後才拉成五年這樣子 檢查之外 所以其實以食上 其實我們會建議就是 你還是以 真的是在肉類裡面優先選擇的 我們建議是Omega-3的脂肪酸 就是以魚肉為優先選擇 所以確實它是一個 在蛋白質裡面算是首選的部分 如果我真的比較偏激 完全用魚類取代紅肉咧 可以嗎 營養這樣均衡嗎 基本上如果 其實現在的沒有那麼容易頻血啦 大概是兩三天吃一點紅肉 其實就出口了 或買大香 是喔 對 不會那麼容易暈倒啦 兩三天吃個紅肉就可以了 對…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頻血這樣子 對 然後另外呢 像我們在講說葉酸 對大腸黏膜的修復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包含了一些豆類 比如說毛豆 黃豆或是黑豆 還有像綠色的蔬菜 它其實可以修復你大腸的黏膜 尤其是剛做完那個 切除之後的 大概兩個月之後 我們就建議說 你綠色蔬菜其實可以多吃一點點 然後另外切紅素也可以 切紅素它是屬於很強的 抗氧化的一個植化素 所以番茄 紅蘿蔔或地瓜葉 其實都還滿好的 然後另外呢 發現薑黃素的部分 像咖哩的部分 那個薑黃粉這個部分 不是咖哩飯的那種塊狀的 是那種咖哩粉的 所以它有修復黏膜的一個功效 所以其實這個都可以 它的膳食纖維真的要足夠 那剛剛其實只有姐提到 膳食纖維足夠 你水分也要夠 這樣才可以幫助我們的糞便抬出去 好 所以不然今天大家所說的 以後不能說附會 怪怪的 有點悶悶的 自己又當醫生 怎麼會閃隨便亂吞 有時候真的掩蓋了真相 後果不堪設想 對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